台军舰被海浪拍伤 台军制造装备为何出包不断 这些装备 其二连三出现问题 暴露出了台军造船的水平如何 一系列事故真的可以单纯归因是天气等因素吗 台湾防务部门的这样一种强行的解释 恐怕并不能掩盖台湾防务制造能力 或者说实际水平 其实呈现出一种相对下降的趋势 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十几年的过程当中 台湾将主要的资源 将主要的人力和物力主要集中在 所谓的资通讯产业 也就是电子信息产业方面 并且在这个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从相关的数据 我们也可能明显的看到 台湾的其他产业 尤其是原来具有着比较明显优势地位的传统产业 比如说赵船业 其实在过去十几年 出现了一个水平相对下滑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样的一种制造能力的相对的下滑 恐怕也会反映在它的防务制造领域 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 台湾的所谓的防务舰艇 出现了相应的质量问题 恐怕也并不奇怪了 并且我们还需要指出一点就是 由于这几年蔡英文当局的上台 我们必须要指出 台湾社会内部的政商勾结的弊案 可以说是一个接一个的爆出来 从这个角度上讲 我们其实有理由怀疑 这一次台湾防务舰艇 再次出现质量问题 是不是同样存在的 相应的所谓的政商勾结的黑幕的问题 因此我觉得 当这种新闻接二连三的爆出来的时候 恐怕会给过去蔡英文当局 一直强力推动的 所谓的台剑台造 蒙上一层浓厚的黑影 事实上这个建造的过程 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但是我不知道 如果下一次再出现重大问题的话 台湾的防务部门 蔡英文当局 还会与什么样的理由进行搪塞 我觉得这样 其实是对台湾民众的一种 智商的侮辱 出现了一种 的阶段